大家好,我是先生会,你的人形故事机 说到这文字域啊,估计各位都听说过 中国传统社会,古代啊 皇帝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些用文字攻击朝政的文人 从宋朝开始啊,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字域 像这个宋朝发生的这什么乌台诗案,这苏氏差点都被杀呀,对吧 再到后来这个原有党人碑,其实也是这乌台诗案的后遗症 明清时期这文字域啊,那更是巅峰造极了,对吧 尤其是这大清朝,满人少数民族建立的 对汉人呢,你又不得不用,但是又得防 在文字上呢,那就更是加大力度管理了 你像清代初年的那个明史案,对吧 当年那个明史案的那个叫庄田龙吧 那个人就整个尸体被拿出来,这人都死了 那也得编尸,对吧,家人没有什么好过的 这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字域啊,基本上什么套路呢 逮着煮饭之后啊,肯定就给他杀了,对吧 您怎么着,您像刚才那个庄田龙那个 没了,人没了,对吧,那我也得编尸 但是吧,其实这凡事都有例外 清王朝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文字域 煮饭没被杀,甚至后来还当了官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儿咱就来聊聊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雍正时期 曾经案 要说明这个故事呢,咱就必须得把一些背景交代清楚了 于是就得从这个雍正登基的一些事开始说 参加过我雍和宫现下活动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 这个真实历史中的雍正皇帝登基 没问题 康熙他就是传位给了这个四爷印针 但是呢,当时在民间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 不光是咱们现在后世的这个杜撰啊,当时就有 像是咱们现在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些谣言 说这个康熙皇上本来是传位十四子 后来呢,雍正在这个十字上加了一横 底下加一钩就成为传位于四子 这个谣言最早就是这个雍正年间传出来的 那为什么雍正继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呢 这些谣言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啊 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什么贪定入母,是吧 好陷归功,这个官身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把所有这些矛头都指向那些有钱人 因为雍正也明白没钱人身 穷人身上是苛扣不出钱的 对吧,国家想要富强 肯定是要从这些有钱人身上下手的 其中这个争议最大的啊 就是这个官身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个政策 中国古代啊,很多人挤破头也要去读书科举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旦你考上举人,有了功名 这社会地位就会高人一等 什么建官不贵,不纳税,不服有益 这堆特权你就都有了 翻金中举,为什么他中个举人就乐成这样了 就是因为他有特权了呀 这个清朝的时候啊 清政府又出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政策 就是我可以出钱买卖这个举人身份 就是我可以买功名 不少有钱人,那就弯道超车吧 对吧,我不用寒窗苦独 也能这个享受特权了 但是甭管是寒窗苦独 还是花钱弯道超车啊 这都是为了享受这个特权 哎,现在这雍长大笔一挥 特权没了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了嘛 对吧,你该干嘛干嘛去了 这帮既得利益者那就不干了呀 这要搁别的皇上啊,稍微怂点那个 那这帮人没准是造反了 那雍正哈,下手黑呀 对自己的兄弟都能下手啊 手底又有一个特务组织 血迪子沾干处 那堪比明朝锦衣卫 比锦衣卫很多了 这民间纵然啊 有很多这种反对声音 但是呢,也没人敢公开跳出来造反 只能私底下骂街 编排了他好多绯闻 传位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什么 谋父,逼母,杀凶,陆地 醉酒,好色,好多,一大堆,十条 了解雍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这几条罪啊,属于朴风捉影 但是民间对此深信不疑 这道理很简单嘛 对吧,我恨你 那我,所有你的坏话呢 我肯定都得信呀 对吧 咱们今天这故事主人公曾静 就是这个笃信雍正这种绯闻的 这么一个人,曾静是一个落榜的秀才 四十多岁了,还在科举一线奋斗呢 多年科举不顺 加上他听说了什么 考上了我也没特权了 好,那我这么多年干嘛去呀 这让曾静啊,对雍正那种仇恨 那是刻骨铭心呀 恰好呢,这时候民间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一种谣言 曾静就把这些谣言总结下来 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知心路 里头啊,就把他从各种地方听来的说书先生吧 对吧 这个街上那些泛夫走足吧 就这帮人说来的 会声会色的给总结起来了 就写啊,这雍正每天 这一醒了就喝酒 然后就跟这飞的睡觉 还把他这兄弟的媳妇全给巴占了 就把这雍正刻画成一个每天过这种 纸醉金迷这种生活 那写的特别的生动 据说这个 真的就是你看完以后 你就会身临其境这种感觉 你这个就好像这曾静他自己见过似的 后来呢 这本知心路 在这个清朝当时有很多反贼中间啊 也广为流传 就是那帮反清复明的那么一帮人 曾静呢 也借此书享受了极高的声望 曾静,曾静这一琢磨 好,这 我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个享受这种声望吗 对吧 这比这个造谣可比科举来的快多了呀 于是这四书五经啊 也不看了 专门研究怎么编排雍正的坏话 雍正时期啊 这民间的反清复明的这种势力依旧存在 这帮人呢 打出一个口号叫什么呢 华夷之分 大于君臣之论 华之与夷 乃人与物之分界 什么意思 就是我跟你 这个就是两个物种 对吧 那个我们是人 汉人是人 你们满人就都不是人了 就这么个意思 曾静呢 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什么呀 应该暴力推翻满清政府 很多人呢都表示赞同 但是也没什么好招 对吧 这至少来说吧 曾静提出这口号之后呢 他在这帮反清复明人士中的身份 哎 这地位啊又提高了 光说不练假把持啊 曾静明白啊 您这光靠喊口号的一帮读书人 那不可能推翻清朝政府啊 必须得找那种手里有兵的人帮忙 他很快的找到了一个叫岳中齐的将军 给这岳中齐写了封信 希望这岳中齐啊 跟自己一块造反 岳中齐是谁呢 清朝明将 当时官制赞甘总督汉人 是这个宋朝抗金明将岳飞的二一世孙 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啊 这个赞甘总督这个位置 不是自古都有 是康熙16年设立的 因为赞甘地区是连接内地新疆蒙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 地位特别 这位置太重要了 所以从来都是这皇帝的新辅大臣担任 而且都是齐人 对吧 您至少是个汉军齐 猛军齐 对吧 您得是齐人 最早那个有一个闪甘总督叫年庚瑶 我相信各位可能都听说过 那是岳中齐的前任 他就是汉军齐出身 这岳中齐啊 他不是齐人 他也是有清一代 唯一一个担任这个官职 而又不是齐人的人 由此可见什么呢 这雍正皇上对着岳中齐那是相当信任 当年这个年庚瑶 雍正又办年庚瑶的时候 曾经就给岳中齐下了一份秘址 让他盯住年庚瑶 有什么动向 立刻跟自己汇报 岳中齐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事 向雍正表示 哎呀您放心 我就是您面前最忠诚的那个人 确实他也做到了 那你说这曾经 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人帮自己造反呢 他这么忠于这个清皇朝 你找他不疯了吗 就是因为岳中齐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这个身份 所以导致岳中齐这身份特别尴尬 你知道吧 他是纯汉人 不是齐人 纯汉人 皇上对他这么信任 朝中的满洲大臣对他不满 老百姓呢 又对他寄予那种希望 为什么呢 岳飞干嘛的呀 抗金名将啊 满人是女真人的后代 那就是金人的后代嘛 对吧 所以在这民间岳中齐啊 就编了好多岳中齐想反清 说他在朝中各种不顺吧 对吧 他跟这个雍正之间怎么打吧 然后他这个起兵要造反 手里多少顿 一大堆说法 这岳中齐就被加戴当将 老百姓爱戴他 这个朝中大臣批判他 就这么一个身份 特别尴尬 岳中齐呢 接到这个曾经的信啊 那当时一看都吓傻了 一刻不敢耽搁呀 赶紧把这事跟雍正汇报了 而且呢 还上了一封请罪折 跟这说来 皇上这真跟我没关系 您 哎呦 要不然您把我撤了吗 我再也不跟这干了 雍正对这岳中齐 那是相当信任啊 不光没有责备 反而呢 好言相选 你好好干 对不对 过两天啊 咱们那个跟总哥打仗那事 我还得用你呢 对吧 到时候你还得帮忙 回头你跟我 你上北京来跟我一块把这事说了 顺便把那曾经给我抓来 让他把这个曾经抓起来 压解进京 岳中情依得了令 那肯定不敢怠慢啊 把这曾经一抓 五花大网跟纵子似的啊 就送北京城去了 到了北京 这雍正下令了 三法司你们都不用审了 直接给我带玉钱来 这要亲自问他 审问的时候 雍正才知道 你曾经还本书叫知心路啊 行我拿来我看看吧 这看完啊 史书中是怎么说的啊 给雍正都气哭了呀 这个清诗录里头 对此有这么一段说法 说这个雍正看完书之后 说这么一段话 叫什么呢 震懒逆书 惊讶坠泪 梦中意味料 天下有如此议论正乎 就是我做梦都没想到 有人这么说我 按理说 您这都把皇上气哭了 曾经这 那怎么着都得寡了呀 对吧 您就诸个九族十族什么的 雍正没这么干 他先把曾经安排在自己身边 你陪我一块生活 对吧 我为你开开 就开先例了 后宫不是不能进南的吗 你也进来 你看我怎么生活的 对吧 这个曾经一看雍正的日常生活呀 那都傻了 那真忙的跟孙子似的呀 叫都来不及睡 那你更别提什么酗酒好色了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这样 天天这样 之后呢 雍正又根据这个曾经书里的 不是说那有十条大罪吗 对吧 逐一驳斥 写了一套书叫什么呀 叫大义绝密录 让这曾经 你好好看看啊 学习学习都给我背下来 让这曾经背完了之后 他这人家服了 对吧 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 你人肯定很快就服了呀 对不对 成天提心吊胆的 就问这个曾经啊 你这个谣言的来源是哪 曾经也没挨打 是说实话也没上老虎灯 就直接就招了 说呢 自己当年在江南地区 跟那边教个学生什么的啊 看见一帮这个身着很华丽 对吧 一看不是普通人 一听这口音 北方人 他们跟那儿议论 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堆雍正的这堆坏话 怎么杀弟弟 怎么对手足不好 这不一大堆事 雍正就赶紧问他 您这是什么时候听说的呀 曾经说了 大概啊 雍正三年 哎 这个年份特别特殊 雍正三年 大正好是这雍正清算自己这八帝九帝的时候 给他们除黄带的 那个 然后起名 厄西纳 赛斯黑 猪跟狗嘛 就是这些都是满 满语的阴翼啊 那个时候啊 这除了沈这堆人之外呢 后来啊 还放了一批他们的家奴 因为这帮家奴好多都是这种院门口扫地的 实在跟着案子没啥关系 对不对 可能就是这帮人在民间各种传播流言蜚语 雍正那不管你这事是真是假呀 就下旨把那帮 就是曾经给放的那帮人吧 都给抓回来 宰了 我个人对此啊 有一个怀疑 这流言蜚语这玩意啊 说实话 追根溯源这事太难了 不信您就问啊 那个 凡是那个您周围有人说哎 我一朋友怎么这么着 我一朋友跟我说 你去问那朋友 那朋友也得说 哎 我一朋友的如何如何 我听我同事说 这根没法找 对吧 而且我认为啊 不是所有的事背后都有一个 或者有一个集团的那种叫罪魁祸首 因为有些东西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 老百姓不傻 天天看着你这个雍正的什么雪低子 这帮人在街上晃悠 对吧 天天看着我们这个 这旁边这个富户 这一下好家伙怎么 怎么跟我们一块都得都得纳税啊 对吧 他们很多做法确实不得民心 有些呢 这种情绪他会压下来 一直压一直压 这种情绪他就会释放 所以用不着有人刻意煽动 那就会有这种流言蜚语啊 甚至民变这种事发生 甭管怎么说吧 雍正借助曾经这件事啊 弄死了一大堆政敌 后来还专门搞了一个 庭审啊 就是也是雍正预审的 把那些八爷九爷 原来手里的那些太监啊 那些灯差的呀 全给拉回来 就之前不是说杀了吗 拉回杀 给他们杀之前啊 然后又严刑拷打 就逼着他们说了 好多好多 不利于这个八爷九爷的话 所以呢 也通过这件事 曾经威胁他皇帝位置 那个八爷集团彻底覆灭 这八爷集团覆灭了 这曾经怎么办啊 在我看来啊 雍正下一步做法特别牛 他没杀曾经 反而呢 是让这曾经拿这个大义绝眉路 到民间宣讲 两年之后还给他封了一个小官 在一个衙门里头 你就随便干点什么吧 对吧 曾经在民间啊 曾经是反清复明的这个标杆啊 如今这标杆都当了我清朝走狗了 这民间的反清势力 那极大的削弱 同时呢 你曾经为什么写反书啊 啊 不就是因为你科举不顺吗 我现在让你当个官 对吧 满足你的心愿 那你这种人再也不会这种 想要去谋反了 对吧 这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清代的一个研究专家啊 他曾经在一本书叫雍正传里头 对此有这么一个分析啊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雍正朝在雍正五年之前 雍正在改革上 在政治上 其实是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的 但是他在民间的舆论 一直没有得到扭转 就是因为他那些政策 确实也很多政策 触及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嘛 对吧 通过曾经案 雍正彻底扭转了这种舆论效果 包括他那本大义绝密录 对吧 当然后来那个乾隆皇帝给禁掉了 啊 他这本大义绝密录 就是把他在民间的那种声望 也彻底扭转回来而已 所以这个曾经案在清朝历史上 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案子说到这还没结束 后来这案子又牵出了 清朝最大的文字域 吕流量案 据曾经自己说 他的这些反清错误思想啊 都是学习吕流量的著作得来的 雍正一听 那杀了吧 那吕流量呢 一查1683年已经死了 1683年雍正六岁 那年已经死了 就下令把这个吕流量给这个开关 录师家人流放 咱们原来有期节目说是宁古塔那期 就提到这吕流量的孙子 你想这都过多少年了 他的孙子被流放到宁古塔 就是这件事 因此牵扯的数人 那不下两万人 吕流量案也是我心中啊 这清朝最严重的一场文字语 可以说啊 虽然这个曾经案的主犯 并没有被杀 但是因此产生的文字语 又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好了 关于这个曾经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谢仁慧 你的人形故事机